你好 欢迎收看7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关心的是 一年一度的花莲夏恋嘉年华活动 23号是在台北的文华东方酒店办理了记者会 宣告从8月25号起到29日为止 一连5天每天将会带来不同的节目主题 今年有超过40组的艺人共享盛举 每天祭出双压轴的巨星 包含肖敬腾 林佑佳 徐佳寅等金曲的歌王歌后 都会前来助阵 期盼能够带给前来花莲游玩的民众 一个充实的夏天 每年暑假登场的花莲夏恋嘉年华 23日在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举行记者会 宣告从8月25日到29日 一连5天每天带来不同的节目规划 尤其今年全民运在花莲 也设计了全民一起爱运动主题 今年特别重金礼聘 邀请四十组艺人共襄盛举 包含魁为四年再度回到花莲的 肖敬腾和狮子Lion乐团 还有林佑佳 徐佳寅等金曲歌王歌后 也都将前来开唱 我相信在两岸三地 或者是在世界上 杨明国际的我们的国际巨区 统统都在 我们夏天嘉年华演唱过 而也将她的整个人生的奋斗历程 其实都跟陪着花莲一起来记忆 也陪着我们国人 一起来看着我们的所有的国际巨区 能够成长 另外像是苏米恩 王心凌 高尔轩 831 911 陈灵九 屁孩Ryan等人 也都将带来多元的音乐风格 嗨翻花莲 而今年首都办理的夏恋新秀争霸站 也在日前经过专业评选 从45组参赛队伍 选出了两组夏恋之心 将正式登上夏恋嘉年华的舞台 向全国传递来自花莲的表演活力 记者金鸿意台北时报导